欢迎来到政治我是喜耀 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 在刚刚不久呢 这个民政党的主席刘华才 就自己向当今大马承认说 他将上阵这个巴六百 巴亚勒巴斯的这个疫区 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简单 一点都不平静 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昨天 伊斯兰党达西格鲁够的这个区部主席 就讲说他们不希望 这个刘华才呢上阵马来疫区 特别是像这个阿耶达瓦这些地区 他劝请民政党不要玩火自焚 这些地方是要保留给伊斯兰党的 过后呢民政党还是刘华才 他就讲说他会上阵这个巴六百 结果呢在今天 这个巴亚勒巴斯这边的 这一个伊斯兰党的基层 也是拉布条 抗议说不要提名这个刘华才 不应该让刘华才上阵的 所以走到这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刘华才他很想上一些马来区 但是他去到哪一个地方都好呢 都有伊斯兰党的基层表达 他的不开心 他的不满 所以两党之间的这个间隙 其实是越来越大了 那为什么大家都想上这马来区呢 很简单嘛 大家都懂这次国盟 他们所主打的这个绿潮 还是这个马来旋风 都是针对这些马来区的 所以只要上这马来区 其实赢面就会比较大 民政党懂这一点 那当然了 伊斯兰党的这一些基层 还是领袖也懂这一点 所以没有任何人呢 想要出让这一些肥肉 在之前的时候呢 就有传出 这个刘华才可能会上阵 其他的医区 可能是一些混合选区 但是随着刘华才亲口 像这个当今大马 确认他将会上阵这个 Bian Le Pass 我相信应该不会有变卦 应该不会有变卦 我在想 可不可能刘华才 他自己想要上阵 他觉得是可以的 结果变卦呢 这样就很尴尬了 OK 所以以目前的消息来看呢 刘华才是会上阵这个 Bian Le Pass的 今天我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首先呢 这次伊斯兰党 一直要逼这个刘华才呢 去到不要上阵这个马来区 之前呢 这个民政党是有退守一次了的 大家还记得吗 昨天的那个 昨天是前天的这个新闻 好像埃尼达瓦这样的地方呢 那他们就选择不上咯 毕竟伊斯兰党是老大嘛 但是走到了现在 他们的党主席 要上阵这一个 Bian Le Pass这边 还能够退守吗 我相信刘华才吵到这边呢 他是觉得不能够再退守了 为什么 我为大家分析一下 传出了 如果是这个刘华才 他如果没有上阵到 这个Bian Le Pass的话呢 那他就会去排挤到 要上阵另一个地区 他将会去到这个 马张五末 马张不波这边去上阵 一边是这个马来区 一边是混河区 大家要知道 其实这两边的差别 就非常的大了 你首先 你这个人口比例来看啊 在Bian Le Pass这边呢 这边的这个乌亿 还是马来人的这个比例呢 占了差不多63% 这边有63%哦 而在这一个马张五末这边呢 他只是占了35%而已 所以你看到其实是整整啊 差不多要有这个 一倍的这个差别了 你觉得上阵哪里 对国盟来讲 如果他们的绿潮打得响的话 请问哪里的胜算会比较高 很明显的就是Bian Le Pass这边 哪怕这两个区目前啊 以周一期来看都是西蒙的区 但是Bian Le Pass这边呢 仍然是比较有可能 可以真的吹起这个反风 把这个国盟扶上来的 借着这个反风 而且大家要知道是 如果是上阵这个 马张不波这边 马张五末 刘华才即将对垒的是 这个西蒙的 这个李凯伦 李凯伦在上次的这个周选 他的获选率 得票率是69百分比 69% 而当时候的这个国政 加上伊斯兰党 加起来也只有30%而已 所以你如果是上阵这个地区 你也知道 大概知道那个挑战是多高的了 你再回到来 这个民政党刘华才 他本身现在的处境 那他这次的党选 选上去的时候 并不是以多数票 甚至连过半都没有嘛 连过半都没有选到 这个党主席 那还要证明的一件事 就是他确实能够 好好的带领 这一个民政党 对不对 所以他自己提出的 第一个 第一个指标是什么 他就是要帮助民政党 破蛋 要帮助民政党破蛋 所以 如果身为一个党主席 他自己上阵的议席 他都赢不下的话 你想象 在开票日当天 开到他的议席输掉的话 那个东西 几难看 你懂吗 那个面子 隔不下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很可能 在下次的这个党选之前 他就自己需要下台 所以我自己猜想的是 不管这次伊斯兰党 去到几硬都好 基层多么大的反对都好 可能这一点 刘华才会踩到 相对的死一点点 因为这一点 其实关系到 他本身在于 民政党里面的一个声望 的一个威望 或者是你可以讲 是存亡的问题 如果上阵这个 至少60%的马来票 可以确保 他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 他加入了国盟 然后带动土团跟伊斯兰党的 这个友识 然后如果他去到 这个另外一个地方 马上伍莫 那边差不多有52%的 这个华人票 我相信可能就会把 他埋了吧 就是会把他 弄输到很惨 最后你要看 我们觉得还有一个 变影要看 也就是你看 这是伊斯兰党的 他们的基层 开始闹不爽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讲 其实当地 也很多的马来人 我们要知道 其实投伊斯兰党的 很多也一定是 他们的基层 对他们的这个 党是有信仰的 所以我们要看的 就是在接下来的时候 伊斯兰党的领袖 愿不愿意出面的 支持这个刘华财 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这次刘华财 是因应上的 他不顾这个 伊斯兰党基层的反对 而其实伊斯兰党 对这点也是不满的 他们不愿意 在内部去安抚 这些基层的话 意思是讲 如果刘华财上阵的话 这些伊斯兰党 所谓的这些基层 还是这些马来票 可能是会不投票的 如果不投票的话 其实造成的就是 国盟很可能 就会直接输掉这个地方 可能他们就会 以此去教训民政党 还是教训这个刘华财 当然这一点 对于国盟整体上 是不健康的 不好的 所以这次的刘华财 他选择上阵这个地方 那个关键点就在于 他有没有办法 真正的安抚到 还是可以跟伊斯兰党的 这些领袖 还是区部主席达成共识 OK 不过这也意味着一样事情 如果他又去跟这个领袖 跟这些区部主席达成共识 代表其实民政党在往后的时候 需要更大程度的 可能进行更多的妥协 因为也就印证到了 其实民政党能不能上阵这个疫区 而且上阵之后能不能赢下 全部都是要很靠 这个伊斯兰党的这个面子 那一样的 你吃人家一口饭 你就要还人家一分情了 在以后的事情上 刘华财作为这个民政党的 这个主席 是否有跟伊斯兰党谈判的筹码 在这里我交给大家 自己去评论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刘华财 可能是退无可退了 OK 才会坚持要上这一个 八六拜的这个地方了 OK 所以这期新劳正式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有什么关于这个 冰州这边的这个变化的话 再跟大家更新 我们下期见 拜拜